國中生去染髮 要結帳 居然要將近近萬元 讓每個人聽了都覺得嘖嘖稱奇 在中秋連假 這名國中女生 在零零湖尾一間髮廊染髮 沒想到是染髮將嫖髮 結帳時候跟她要收九千八 事後回家告知家長 家長氣炸了 怒僻業者在搶錢 欺負國中生 國中女學生在阿姨的陪同下 上髮廊染髮 跟設計師討論了好久 但沒想到最後結帳 金額九千八百元 媽媽知道後氣炸了 媽媽拿出女兒染髮後的照片 認為髮色染得很不均勻 只依收費價格太貴 事發地點就在雲林湖尾這間髮廊 台中一名國中女學生 中秋連假到雲林找阿姨 順道來這裡染頭髮 阿姨因為有事情先離開 走之前掏出了一萬塊現金給女學生 媽媽質疑店家就是因為看到錢才會亂開架 氣得PO上臉書抱怨 網友痛批店家太坑人 還有人PO出照片打臉 枕頭染髮嫖髮才七千元 調侃九千八百元的價格 付完還能去吃buffet吃到兔 店家事後也發出了聲明澄清 店家解釋因為用的是進口染劑 再加上女學生的髮量很多又很長 一共漂了兩次 價格相對比較高 也強調是在報價後得到同意才開始染 雖然願意跟消費者溝通 但是要求刪文 否則不排除追究法律責任 女學生的媽媽也強硬反擊 會奉陪到底 記者方忠誠雲林報導